咱们书归正转,书接昨天 说谁 谁 说来不怕,打不过 昨天 正说在八仙这么脑回目,铁拐李出事 八仙的众所周知 铁拐李,汉冲黎,吕东斌,何强姑 蓝采和,韩强子,张国老,曹不舅 这么八位 前面我已经说重复一个来了 稍带脚踢了踢何强姑 头一个是张国老,还不老呢,张国 第三个出来就是这位李轩 铁拐李 加入河南洛阳 原本是上届的一位思乡先例 在上届触怒欲帝 遭贬时事不迷本性方 可重登天庭,再受封赏 这十世投胎呢 这李轩都投在了太上老君 同宗同族姓李的人家 也是老君也有意要点化于他 第十世投在河南洛阳 他这个父亲姓李,叫李琪 不是眼条片的那个琪,李琪 奇怪的琪,书里原文就那么写 母亲游史 偷胎一十二载 生下来十二岁 这个孩子没说话 他生下来不会说话 可是他这个耳朵听得见 你要跟他说点什么呀 你叫他李轩 他回头看你,他不说话 长到十二岁,这天突然说话 说我原本是上界,思乡先丽 怎么来怎么去 上一辈子我是一老道 我在水里边搭救一个女子的尸体 没搭救上来,反正把人的腿给缺合了 将来我要得到 头一件事我得先去点个话 那么说这个女子是谁呢 就是后文夫的何仙姑,偷胎在金山脚下 急处姓何的人家 现在我要得到,我得先去点发他 跟自己的父母李琪尤士说了这么一番话 说完之后 这位李老袁盖 低声而语 把自己的一个家院给叫个 吩咐这个家庭 你去找一个大夫回来 给公主看一看 什么呢 十二年没说过话 冷不丁一张嘴,满嘴的胡话 哪有事儿 你说神仙 你偷到我们家来 那我们高攀不起啊 怎么办呢 找一大夫看一看 找大夫回来 时间不长 请来这么一位老大夫 须法皆白 是一个道人的打扮 浑身上下一粉白 手里拿着一板铺沉 脚底下 白瓦马驴 穿着一双草鞋 拿这个草绳 编着这么一个绳盼 都在脚上弄的搭了 一看这人 室外的高人 拿着扶尘进来 说这个袁伟爷老安人 听说你家里边 公子有贵样 说有病 是怎么一个病症啊 一礼望问问切 得问一问 怎么一个病症啊 袁伟爷李琦 跟这位老道人一说 我们这孩子怎么怎么回事 今天突然说的话 满嘴胡话 你给看一看 是不是得着热病了 烧的 还是怎么回事 好好好 带我看来 让家院把小公子领 到前院待客厅这儿 一见这位老道人 小公子李璇 上下一打量这老头 这脑海里边 那么一闪现一个念头 就觉得这个人 我仿佛在哪见过 说叫上名来 叫不上来 12岁的一个孩子 他没出过远门 也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出家道人 他怎么能见过 前世 那么这个出家道人 这是谁呢 书中暗表 此人跟这位李璇同姓 也姓李 姓李双字长庚 上界封为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李长庚 这个神仙 大伙可能并无陌生 西游记里边老出来 这李长庚有一首绝活 谁都来不了 叫霍西尼 这个人当代交官和志 外交手段就这样 得讲到霍西尼 俩人呢 你来窝网 你言我语 怎么拿话枪 没事 别动手 想法把这个事情 比如这两家两国要斗争 有外交官会霍西尼的 就拿这两行临压力尺 三寸不乱之舌 不乱之舌啊 可不是不烂之舌 舌的没不烂 死之后都烂了 叫不乱之舌 说话 让人挑不出包边 找不着毛病 这叫不乱之舌 把这两国 这个战事 化干戈为一国 让他打不起来 这就能 首先咱们国家 有一位有名的外交官 陈毅 大将军 上美国 联合国开会 拿那个耳麦 那叫易奕峰啊 各国有翻译这个 听那边 外边国家 避讳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拿着耳机 这听着 那边那外交官满嘴 拓不幸 说中国这跑 哪跑 你们这没有人权 怎么不知道 跑着说 我刚说话呢 穿一把耳机摘在那里 叫我一番 你告诉我 这么着 你们国家不厉害吗 你挑一个时间 你找一个地点 你说带多少人 咱打一张 行吗 对方这个 不说话 所有联合国这些外交官都傻根 没见过 外交官哪有这个的 明火之上 逼个棍子 怎么着 咱干一干 没有人 都得拿话说 那陈毅 别人不知道 陈毅大将军出身 那可领刀头却 说我马安心 什么场面没见过 我在乎 你跟我这大放决策 我毁霍西尼 当不了外交官 李长登就是这样 毁霍西尼 西红记都看了 这里边呢 孙猴子闹的那还善吗 最后凭什么 还有李长登下来 赵安哪 这赵安不能打呀 强调这外交手段 就是他一散先 你说他没能耐吗 他有点能耐 但凡有一个镇不住他的 他闹起来怎么办 你就得小伙儿拦拢他 李长登这个神仙 当的可是不一 好事没少干 有时候你看天上 过去老令 唐啦 一岛流星 过去老号 好像叫贼星 资留一下子就没了 说这是谁下班的呢 就是太来金星下班了 下班不定要 办什么事 上那祸西尼去 过去老是说话 有这个 李长登 今天为什么来了 书中暗表 当初李轩在上界 当这思乡先例的时候 他不跟这个何仙姑前世 这个思华仙女两个人口叫几句 这两个人遭贬 原本玉帝是大木 说让这两个人在这寡仙台上 遭雷击就灰飞烟灭了 灰飞烟灭跟死还不一样 死还有一魂 三魂七魄 七魄 人要活着得有三魂 有七魄 要一死呢 就剩这三魂 三魂出窍之后 再进地府 进六道轮回之后 再投胎转世 灰飞烟灭什么概念 拿着雷一击 就彻底就没了 物质污蔑 这物质又灭了 物质污蔑 我们就死了死了 你化成灰得有灰啊 搓成渣得有渣啊 忘成烟得有那烟啊 这物质不灭 灰飞烟灭什么的 什么都没了 这时候是李长庚站出来 给求李轻 说这两个人没这么大罪 干脆让他们两个 下界投胎 立交实实 李长庚的说的行 要没有李长庚这一句话 这二位就没了 他俩没了不要紧 我说输的就饿死了 全只是他们俩骗钱呢 今天来干什么来的 也罢了他 来到这份李轩上下 一打量这老头 我可见过他 叫上名就在嘴边上 你看真 你别说啊 你说他乱信 李长庚热气 我还说算骂鸡 提我名字骂鸡也论着 宝贝不认识我了 当初要没我 你就没了 说话过来 照这个后脑勺上 就李轩这后脑勺 啪 打了这么一下 常人看来 你别打你 常人看来 这好像逗小孩玩 过来 没我你就没了 就这一下 李轩这眼前一亮 前十世 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 往前紧刀三步 扑通往这一跪 哎呦 给李长征下坏了 赶紧伸手相战 往前这么一抢顾 这一着急啊 左脚一踩右脚跟 还给这草鞋 给踩掉一只 哎呦 不敢写这块写 如此大礼物 可不敢葬 你有因为好师父 将来你有一番好修行 你修行不在我之下 你这么大的礼物啊 承受不起 快快请起 全说什么也不起来 先师 弟子顿悟 还求先师带领弟子脱离苦海 前十世的事 我就不说了 我全知道了 你这一大礼一下 我明白了 现在我历经凡间 已够十世 我怎么上天庭 还望先师指导于我 常跪不起 拜佬八拜 李长征伸手相战 快请快请 伸手把他掺起来 脱离苦海 没那么容易 想当神仙 那不是说 我来这领着你 跟你说两句 天儿话 你就当神仙 没有那么少 你得历经苦难 得痴心不改 这次二手 跟当酒茶一样 得历经一番接纳 你有没有这个意义 如果这接纳 你没过去 你再经事 再经多少事 你成不了神仙 你受得了这个委屈 我受得了 什么果子吃的了 好 说着话 李长征把这扶尘 交个左手 抬个右手 一刀底悬 这手腕子 叫一声 肖冯泽 随我来 刚才俩人这一番对话 李琦 李玄这父亲 在旁边的圈 扔着他 心里话说 坏了 找一大夫来 并没治好 再外套我一儿子 那我都赔本了 这不行 上前想 难的意思 你别给我儿子带走 知道这人不是凡人 不是一般的凡人 特别凡人 要给我儿子带走 那行吧 你可不能带走 这不能 那能字没说出来的 执溜一道金光 这俩人就没了 啪 下就回来了 李长征说 我在歇呢 刚才踩掉了 提起来 走 说着话 一滴了李轩 撒溜一下 这俩人就没了 李轩就觉得自己眼前一片茫然 说着掉云在眼里了 还是眼前一倒白光 说不上来 周围什么地方 可就看不出来 就觉得耳旁边 一阵风声 吓得这小孩 不敢睁眼呢 紧闭双眸 闭着眼睛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就觉得耳边这个风声渐小 一点一点听不见动静 慢慢的风声没有了 耳边有这个人声 糟杂之声 闹事里面还是哪儿啊 睁眼看 这一睁眼 撕下一泡 自己站在一个大街上 大街上人来人往 坐买的坐卖的 推车的 单单的 干什么都有 再往身边一看 哎 太白金凶了 这人没有 这是什么地方啊 听街上那个人说话 这个口音呢 可跟自己这个口音不一样 李轩那人 头发河南洛阳 说话河南口音 爷爷爷 这能杀的 就是这口音 他一听周围 我们家 我母亲他们家 我姥姥现在在河南 走了 学着学着好 一听周围这点人说话 这口音不熟悉 肯定离自己这家不近 一走太白金星是神仙 神仙造化之功 缩地之处 这都不行 再一看大街上这个人 穿的这个衣服 也跟自己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他在家里出来这会儿 什么时候 刚开春 那个天呢 还不是特别暖和 自己身上还穿着棉袍 紧缎的棉袍 他家有钱穿了过去 一看街上和人 人来人往穿的 都是这个单包衣服 有那街上干活的 推车的 还光着膀子 推车 这时候他走着就觉着自己 有点热 这汗子就下来了 这地方 离我们家估计是不近 怎么这个气候都变了 我出来的时候 我们家哪开春 现在这个地方一看 这整是在 剩下酷暑的世界 这个神仙有造化之功 缩地之法 那这是什么呢 缩食之术 不知道 说不上来 街上有人跟这打听 这什么地方 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 这么一抬头一看 道行啊 有这么一座挂棚 打打算挂 有一先生 坐在这个挂棚里 小李轩一想 我跟这位算挂先生打听打听 你看他这有招牌 上面有这文字 过去识字的人可不多 我跟识文断字的人打听事情准没有错 李轩这想法倒挺好 可你看着人 打听倒是单根算挂的打听 各位 这个算挂 你想那能有好人吗 现在还有这行 你就这个给人算挂 看相啊 看风水啊 就这个干这个 根据说能干了这个的 不一定说都有真能的 他们这玩意有句话 就兴家间塞神间 有一半六一八卦 算这个 他有一半是这个背 再有一半 他这个人的阅历 这里边有一半是心理学 你算挂 现在来说叫心理学 早些年打的时候 就是经多见的我 接触的人比较多